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回到香港 今天我們繼續討論這個關於膽固順的題目 如前左述 這是一個超級大的工程 好像長城那麼艱鉅 我們儘管嘗試 儘管說 今天我們要把時間控制到大約半小時以內 我們情願分散一點 集數多一點 但是時間短一點 因為方便肥仔幫我做字幕 現在之前有幾集都沒有字幕 原因是因為肥仔還在花時間做 如果大家聽眾方面 有一個技能 我是一個電腦白痴 大家都知道 這不是一個秘密 願意幫忙 令更多人可以聽到我們的節目 因為我們的節目其實現在是用廣東話的 但我知道在台灣也有些聽眾 傳訊息說 我很想聽 但你說廣東話我聽不懂 我要找朋友說給我聽 但一集都沒有理由 他肯幫我講這麼多集的 你快點加字幕吧 所以如果真的有聽眾朋友 是懂得做字幕的話 請你聯絡我 好不好 我們會有博囑 多就沒有了 因為我們真的是小本經營 我們根本不是生意 網台是用來share knowledge 我之前去了巴黎 我去巴黎 大家不要誤會 不是去游山換水 我游山換水也不是沒有 也有的 我去日本 即我俗稱回鄉下的時候 是的 但今次去巴黎是做retreat的 是去上課的 我下個月 十一月 十二月都會再去 同樣都是上課的 上課所學了的東西 可以回來回饋給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有所誤會 你又去玩了 然後不管我們 然後如是等等 我們就等多一點聽眾朋友 知道我們節目開始了 我們就開始講一些 都OK的技術 要坦白說 我盡量 我盡能力 希望不要太悶 好嗎 我盡量 OK 聽眾朋友是不是差不多了 如果是就不等了 我們就開始講了 好嗎 OK 現在正在爆發美中貿易戰 如果熟悉我的朋友 知道我有政治立場 不過這裏不是一個政治節目 所以我們就不在這裡講一件事 但是呢 講一件事 我就想講 為甚麼要提 就是因為跟膽固醇有關的 OK 你一看到的膽固醇藥 我告訴你一堆名字 好嗎 那皮有哪些呢 比如有 Lovastatin Fluvastatin Pravastatin Symphastatin Cervicastatin 有很多牌子 我聽到很多牌子 全部都是跟膽固醇 都是跟膽固醇 那為甚麼會這樣 故事呢 我們就要回到 就是一個 很久以前 大約多久 我想二十多三十年前 那時候的中國東北 真的中國的東北三散 是一個很冷 還有一個很… 那時候很貧石的地方 OK 那裏的人會吃一件事 叫做紅糊米 我不知道中文發音是否正確 但我可以搜尋給大家看的 OK 因為我讀的是英文 OK 就是這個字 大家看看是否正確 我的發音是否正確 是否正確 是否正確 紅糊 國語就是紅柱 我記得是紅柱 OK 這樣呢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味道 現在有些人用這些 當作是紅糊 紅糊做了一些像醬 那樣的東西 就帶一個保健品 這樣賣 其實那時候 東北的人 是不知道它有什麼作用的 那只是拿它來 大家一向都吃 就吃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味道 是令到那些侵略者 是不會吃的 因為它那個味道是很噁心的 就是發酵的味道 好像納豆 你喜歡就不喜歡 OK 這樣呢 但是它有一個武器 就是我除了一股味 是一股噁心的味 會令到你 即是趕走你 讓你不會過來之外 就是它裡面有一個毒 就是傳說中 剛才都讀到出來的 Lovastatin OK 我傳出來 L-O-V-A-S-T-A-T-I-N Lovastatin 就是如果有些昆蟲 有些動物 走去吃它的話 就會直接用這一種毒素 叫Lovastatin 毒死它 OK Got it 那 那時候 在美國政府 就有些研究人員 就發現了這一種植物裡面 有這一種毒素 那就帶回美國去做research 好嗎 其實 你用來毒這些昆蟲 或者細菌 那其實沒什麼用 那可以做什麼呢 如果我用來研究 我做一個新的殺蟲劑 Where there are plenty 已經有大量的殺蟲劑 其實不需要一個新款的殺蟲劑 是 made from 某一種 organic substance 所以 在美國的軍隊的角度 就覺得沒什麼用 所以他就把這個發現 就賣給了 OK 一間公司 那間公司是哪間呢 我用後會開股 但是這間公司買回來 他與其是拿來做一個殺蟲劑 因為它裡面有一種神經毒素 可以堆壞昆蟲和食物的小動物 就發現原來它有一種成份 這個傷蟲會阻止你的身體 去一種酵素去形成 這個叫什麼呢 就是H.M.G.C.O.A 這個時候我要開一些很恐怖的東西給你看 OK 你看到之後就昏陀陀的了 我待會會講解 這個呢 就是大家都會崩潰的一個list OK 現在清晰了 OK 這個list是什麼呢 你看到底部 這裡寫著cholesterol OK It all starts with 留意著 上面 OK 看得到 X.C.O.A 看得到 X.C.O.A 看得到 X.C.O.A 接著它會走過去旁邊 變成什麼 H.M.G.C.O.A 到最後 去到底 一個幾十萬步的步驟之後 就會成為了 cholesterol 膽固醇 OK 行不行 我想說是什麼 可以提出兩件事 就是 end product 叫做cholesterol 膽固醇 但是呢 它的開始是叫做 X.C.O.A 看得到 OK 你看不看得到 它寫著saturated fat 飽和脂肪 看不到 即飽和脂肪 並不是膽固醇之母 你自己看真點 OK 看不看得到 好了 接著你要留意 三個月 這個圖裡面 17000字 你不用理會 很複雜的 不用理會 我就算說都好 我都不會逐一步跟你說 因為這個是很變態 是說著 膽固醇的 它的 generation 在你身體裡面 chemical 的過程 它的 metabolic pathway 這個是一般人 不需要認識的 OK 我只需要留意三個字 再加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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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Axytocoe Which is the origin 最開始就是它 OK 接著它就變成 Hmg Coa 接著到最後就是 Colesterol OK 有其他重要的東西 但不要緊 我們在這裏 它飛了 不要說 再留意多一個字 就可以了 就是 Statins 看到嗎 Statins 簡單來說 母親Axytocoe 出現了 它就會開始形成 Hmg Coa 去到這一步 如果你一吃了 膽固醇藥 就在這個位置 直接倒塌 這棵樹就生不下去 去不到成為Colesterol 那如果中間的過程裏 萬一是有你身體所需要的成份 那 沒事的 你就另外再買 你另外再光顧一些 藥廠和維他命廠 去補充一些 其實你身體本身是會製造的東西 OK 好了 今天未必有足夠的時間 我可以遮蓋到 到底為什麼膽固醇低是危險 我可以講一部分 但是我會集中 可能在下一集 或者在下一集 都會講的 因為 包括你怎樣去看 你那個 所謂的膽固醇報告 抽血的膽固醇報告 你們都需要知道 OK 不要再 如我上一集 我自己在巴里錄那集 即是心底話那集 不要再像我裏面所說的 就是你把你的power give away 去所謂的醫護人員 專業人員 就是相信他告訴你 你要害怕什麼 因為你的身體沒有病沒有痛 你害怕什麼 就是因為他跟你說 這個號碼高了 你就要吃藥 如果我把數據拿出來給你看 原來以前 是在7mm 叫做OK 後來變了66 變了55 變了4.5 變了4 OK 如果你再聽我說 原來越低 是越有事 你可能想法就會不同 但還是那句 由於 這個題目太大 還要想法和之方 所以 我們一步步去拆解 給少許耐性 每一集時間短一點 不要緊 以前一集做過半小時 現在一集做過半小時 OK 好了 我們繼續說回中國東北三省 紅菊米的故事 他發現原來這個紅菊米 是直接會在這個步驟 OK 在這裡 對不起 左右對轉了 OK HMG-CoA OK Reductase 就直接倒塌 斬了 咦 咦 大家是不是很擔心膽固醇 大家不是說膽固醇會令到我們有事 咦 那就有腦 對嗎 對嗎 因為這個 就是在膽固醇形成的底部 已經直接斬了 所以 哦 原來 它不是只可以毒死昆蟲和小動物 原來它可以阻止身體合成膽固醇的 WOW That is something If you believe 膽固醇對你身體有害 OK 好了 那 我現在呢 就看一看你們的留言 因為很有趣 我的留言是沒有動過的 看到也複雜 看到頭暈 我也是 我看到也很討厭 我真的很不想看 說真的 這麼長 所以 好了 這個時候呢 被 Merc 這間公司 是當時全球最大的藥廠 是壟斷了這一種的成分 Lovastatin 它是直接在美國的軍隊拿到的 叫做賣斷了給它 If you say 好了 然後拿到一個專利 所以 它就洪霸了這個膽固醇藥的市場貨很多很多年 那時候 就是 Lovastatin 它那個trade name 如果你去買 在藥房裡買 它不是叫做 Lovastatin Lovastatin 是藥的名字 但它的商標的名字 它叫做 Mevacor M-E-V-A-C-O-R 可能很多人的爸爸 或者是 長輩都有吃過的了 OK 嘩 其實我發覺 Prescribe 這個藥的 Mevacor的醫生 是突然之間 嘩 那些病人是應接不下的多度 每個都每一個月都要回來複診 回來拿藥 接著 醫生的假期可能會放長一點 OK 接著可以環遊世界 接著房子越搬越大 Well great 因為我們進入了一個 膽固醇的恐慌年代 即使這個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自然歷史博物館 世界各地都有 告訴你 其實人類是因為 膽固醇的吸收量多了 而大腦容量倍增 沒有用 OK 即使 我告訴你 原來 膽固醇有以下的作用 我逐個逐個說一下 就是brain synapses 什麼叫brain synapses 就是 現在如果你覺得自己 腦好像不太見勢 即是 我想起這個名字 那叫什麼呢 經常都會這樣 或者你發現自己的腦功能 似乎很差 越來越記不到東西 oh well yeah it could be you know the brain synapses 就是你腦裡面 神經與神經之間的 連繫組織 全部都是膽固醇的 OK 還有 我們經常說 尤其是女性 怕要骨質疏鬆 骨質密度不夠高 嗯 維他命D 我們除了鈣質 知道我們需要維他命D 你猜維他命D怎麼來 喔 曬太陽來 對 曬太陽 沒錯 但是它是因為曬你的身體 而由你的膽固醇 才合成維他命D OK 好了 還有 所有細胞組織 細胞壁 細胞膜 OK 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是說 一路的女生說 我們要補水補水 補水多水分 炒多水分 但是還是乾 我奇怪 為什麼呢 你看見他們吃蛋 就不吃蛋 啊 迷地終於揭開了 所以為什麼我的皮膚 care呢 我暫時只有一個系列 就是抗衰老和緊緻提升 我自己都在用的 為什麼洗完臉 就塗一些酵素 即是神仙水 立即緊接著 就要你塗油 塗油再塗水 再塗油 才是精華和面疹 為什麼油水這樣減呢 就是因為你沒有油 你是保持不到水 我管你塗多少泡 都是沒有用的 就是皮膚的水分 是被空氣所吸收的 嗯 OK 你試一下 塗完之後 一泡油脂的東西 你看一轉頭 你會不會又乾了 有得解 之前這麼多年 一直吹油脂 化妝品公司 就賺到盆滿盆滿了 OK 你要相信油脂的 你會發覺 塗得乾就是這樣 你試一下塗椰 之後再塗水分 再塗面霜 立即差很遠 OK 好了 還有 最重要的是 性肌肌 如果不想提早停經 OK YES 如果男生想有正常的性生活 不要被人笑 自己應該 硬不起來 那就是 和膽固醇有關 對嗎 還有 膽固醇 Bio Bio 是由膽固醇製造的 OK 不是完全的 第一個 key component OK 那就是 Bio 就是在你身體 即膽固醇 就是在你身體 吃有脂肪的東西的時候 它就會退出來 去幫助身體去分解脂肪 好了 那你不吃有脂肪的東西 不吃有油的東西 膽固醇就坐艇 膽固醇坐艇 那你猜會發生什麼事 結石 所以 有膽固醇的人 你覺得你應該避油 還是吃油 OK 我做了很多 討論 很多 健康諮詢 就是有膽固醇的人 問我 怎麼辦 它應不應該生痛 很多 是割了膽 陰功 問我 割了膽之後 怎麼生痛 你看 OK 相信我 你身體如果有一個器官 一定有它的意義 在這裡 扁桃腺 我們小時候 醫生很容易叫人割扁桃腺 對嗎 割一下發覺 原來扁桃腺有用的 Shit 麻鴉腸 原來有用的 太遲了 割了 卵巢 割一遍 原來又不行 原來又有用的 OK 所以你割東西之前 請你想清楚 膽固醇 還有什麼是有用的 膽固醇 OK 還有 原來膽固醇 是幫助你的身體 調節它的溫度 那些人不是經常怕冷的 OK 你猜一下為什麼 會不會因為膽固醇不夠 Well it could be that it could be you don't have enough fat OK 那你猜一下為什麼你身體會瘦不了 Well One explanation 其中一個解釋就是 You don't eat enough fat OK 那你什麼時候 你會不想洗錢 就當你沒有錢的時候 你就不想洗錢 當你身體不夠脂肪的時候 那他就不會洗脂肪 明白嗎 OK 沒有錢就不用錢 沒有脂肪就不用洗脂肪 Same thing OK 將心比心 很容易明白 OK 好了 膽固醇是幫助你的身體裡面的脂肪 去換算 幫你轉換 OK 是一個chemical energy to heat energy 去幫你調節你的體溫 OK 而且是幫助你的身體 去對抗肺炎 所以很多嚴重的病患 例如肺炎患者 長期病患者 包括癌症 長期嚴重的癌症病患者 都會有很低的膽固醇 指數 那今時今日大家覺得 好啊好啊好啊 Well No OK 再聽接下來的系列 你就會知道 繼續聽膽固醇 我繼續說 OK 你就會知道膽固醇低 是相當危險的 OK 當天氣很熱 例如你在熱帶住的時候 膽固醇就會減少你身體的brown fat 以前曾經有Cover說 中式脂肪brown fat 因為brown fat 就是會produce heat 製造熱力的 嬰兒也有的 因為嬰兒不懂得穿衣服 所以媽媽生了嬰兒 身體有一大部分是brown fat OK 但是人呢 如果你經常都穿暖 包到自己很暖粒粒的話 你的身體反而brown fat 數量會少了 因為它用少了 自我調節行溫系統 而你的自我調節行溫系統 就是靠膽固醇去support OK 還有什麼呢 就是 你腦裏面 除了全導體之外 腦細胞的生成 都是需要膽固醇的 膽固醇是重要到一個什麼地步呢 是重要到呢 你的身體除了 OK Sorry 我喉嚨很乾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申請一杯飲品呢 我已經說到沒有聲音了 你知不知道 我好口渴 其實除了你腦裏面的 叫做neurons之外 neurons 沒有人知道什麼 Sorry 我check一下online 除了neurons之外 你身體裡面所有的細胞 都可以製造到膽固醇 所以你以為 我不吃就沒事嗎 Well No I'm sorry No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神經圓 講我都不知道 神經圓 neurons 英文照譯 specialized cell transmitting nerve impulses a nerve cell 神經圓 中文 OK 好了 那我現在講一個 嚇你們的事情 好嗎 嚇你們 講一種病 OK 叫做Smith-Lamlil-Opitz Syndrome 唱到了 Smith-Lamlil-Opitz Opitz Sorry Syndrome S-L-O-S Thank God 我不需要 長期讀一個長名 可以讀一個短名 有什麼情況呢 就是 如果 媽媽有這個病的話 BB在發育過程之中 很多時候會胎死 OK Spontaneous abortion of fetuses 即是胚胎 突然間停止生長 很多 Still birth 即是 生不到出來的死胎 OK 然後 如果生到出來的BB OK 媽媽有這個病 BB可能有這個病 OK 它是會有多重的器官衰竭 引致的死亡 OK 是出生之後 頭幾周就已經出現了 即是腰節率相當之高 還有就是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心臟病 OK 可以 cause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心臟衰竭 OK 跟著身體裡面的 電解質質平衡 吐 餵食困難 便秘 OK 如是等等 還有腸道裡面有很多的 Abnormality 即是很多的不正常 OK 還有 還有 這個我真的有一個真實例子想說 就是 Visual loss 視力 失去視力 視力失常 OK 因為Carterex 即是你裡面的視網網 眼裡面的組織 OK Optic nerve 很大部分是要依賴膽固醇的 為何我說我有個個案子可以分享呢 就是 我其中有一個客人 我找我做 consultation 他以前就是生食的 他有四年 放心我絕對不會開名 尊重客人的私隱 就是他生食了 我想四年時間左右 那四年裡面就是 Raw food diet 就只是不吃熟的 OK 那麼 生食 你可以想像到豬肉已經吃不到 OK 好了 那你生食的主要是蔬菜和水果 會包含少許的Nuts 但你不會生食 因為你怕有沙門士菌 那這個患者 這個患者 到後期他發生什麼事呢 他當然不是 under我 的instruction 叫他生食 是另一位很出名的博士叫他生食 他生食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年齡之後 他脫頭髮 脫得很多 在脫度是會有一縮縮的 即是脫髮 即是地中海 即是鬼剃頭 俗稱 後來他再約見這位博士 那位博士的討論是很貴的 三千多元一次的 博士說 不要緊 頭髮 衣服身體 脫就脫了 我們遲早都要脫頭髮的 這樣 很哲學地帶過了 好了 再過了一年多 即是三年多 他開始有一邊眼 看不到 而視力是一路衰退得很快 在接近他的畫 是九成看不到 而另一隻眼是剩下一半 他見我的時候 跟我說 我看是看不出的 正常的 你看不到有什麼問題 但他跟我說 我自己都嚇到 即是我也打了個凸 我解釋給他聽 我說 因為你身體裏面有兩樣必須的東西 但一是沒有得咬的 即是任何所謂的營養師 為什麼我說所謂呢 因為原來外面有很多人 是無形的 因為原來香港是沒有規管的 任何人 隨便讀了不知什麼 包括那些傳銷課程 都可以說自己是營養師 但其實沒有政府註冊到 原來我知道這件事 因為我有跟營養師合作 那些營養師說是 每個人都可以叫他自己做營養師 什麼都可以 因為政府沒有立法規管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因為到底是什麼來歷 還有什麼背景 我們真的不知道 很多營養師醫生 他們可能會跟你們說 我金字塔的底部 去吃碳水化合物 但我稍後會拿一個 很夠力的證據出來 就是這一集的highlight 就是 原來跟你說要吃carps的 不要吃飽和脂肪的 那個始祖 後來曾經說過一番這樣的說話 當然你不會聽到的 因為 這次已經畫了出來 所有的食品公司已經 正在用這個模式 去推出它的產品 已經在賣 他怎麼可能會跟你說 推翻 不會的 正如今時今日 你會看到很多的 conflicting 智商矛盾 今天跟你說 魚油丸很好 你要吃 預防心臟病 第二天 會有study跟你說 是完全廢 那你問我 我相信誰 我就相信 背後沒有金主 背後不是由一間公司 或者一班公司組成的商會 所贊助的那種 research 你知不知道 你任何人 你出夠錢 你都是找哈佛幫你做 research 你們知不知道 所以不要再看新聞說 哈佛出了個 research 其實呢 我IR都要讀哈佛的 IR 因為我那個 第一個短的 course 我不是哈佛 Medical School 但是我讀的是relative 是有用的 是很相關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讀的是 你怎樣將健康的管理 疾病健康公共衛生的管理模式 套用到內生世界的每個不同角落 你要面對當地的民情不同 例如它的政治體制不同 政治體制影響很多東西 例如公共醫療設施 當地的GDP 例如太窮 它今天連坐車都去不了 你有什麼醫療都沒有用 還有當地的信仰 可能它相信傳統的草藥 它不想試西藥 或者它可能認為打免疫 防疫針會令嬰兒死胎 也會有這些信仰 那你怎樣突破不同的困難 將公共衛生健康管理套用到下去 這就是我當日哈佛讀的東西 有沒有用有用 但是是否高能醫學 不是 高能醫學讀谷間是Holy Grail 即是真正讀高能醫學的神聖殿堂 好 好了 反過來 就是說 任何人出得起錢 舉例 維他奶 好 譬如 他出一塊錢 去贊助研究研究 你要贊助牛津也行 哈佛也行 Stanford有任何一間大學 你肯出錢 你捐個書院出來都可以 OK 所以你不要以為他們做了個讀書 嘩嘩嘩 OK 看清楚背後是誰 是一間公司 例如維他奶 如果我是維他奶 那我當然是說大豆好 我當然是說大豆防癌 大豆防心血管疾病 OK I tell you something 我有數據 醫生早幾年所做的 什麼女性賀爾蒙補給療法 即是兩天停經之後 讓她吃一些賀爾蒙 說這樣是防止心血管疾病 數據出來是完全相反 I can tell you something 完全不關事 接著就說 不是啊 男人得到心血管疾病 膽固唇膏嗎 那些多個女人 是 但不是因為女性賀爾蒙 有保護女人從心血管疾病的能力 不是 其實是調轉 即是一杯水是半滿還是半空一樣 不是女性賀爾蒙有保護作用 反而是男性賀爾蒙 那些東西是對心血管疾病有影響 OK 都是那句 大家由於字幕關係 我不能做得太長 因為肥仔不肯幫我做字幕 但是如果有善心的聽眾 是有一個電腦技能 願意幫我的話 微博的酬金 我非常感謝你 因為你知道我之前幾集都未出到街 好慘 OK 好了 我現在說多一點 就是 就是 關於膽固醇 所以你想想 之前很好笑的 就是 為什麼我只吃幾隻蛋 就會影響到我身體的膽固醇 的含量 原來我們一天 吃身體所需要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 就已經可以影響到我們整個身體會輕肌 膽固醇會超標 Oh wow 嗯 誇張成這樣 那不如這樣 我code一件事給你聽 OK 好了 發尾番中文給大家聽一下 就是 就是 身體裡面的膽固醇 和血液裡面 sorry 血液裡面的膽固醇 和食物裡面的膽固醇 是完全無關係 但是 而我們一直都知道的 你飲食裡面的膽固醇 對你毫無影響 除非你是一隻雞 或者一隻兔仔 你猜猜誰說的 Ansel Keys PhD Professor Ameritus A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7 好了 這個時候 讓我搜尋一下 1997年的時候 Ansel Keys 多少歲了 為什麼我要說這件事呢 因為 很有關係 OK 誰是Ansel Keys 如果你不知道 誰是Ansel Keys 我告訴你 就是 當日 告訴你 膽固醇 是由飽和脂肪引起的人 為什麼他現在會說這件事 他2004年的時候死的 OK 2004年 死 OK 他是1904年出生 即是他90歲死 我有沒有說錯 100歲 對不起 我的數學 I'm so sorry 他100歲死 2004年 他是100歲 1997年的時候 即是減7年 即93歲 Alright OK 一個93歲的老翁 走出來跟你說 OK 你吃什麼膽固醇 和你血裡面的膽固醇 根本一點的膽固醇都沒有 我們一直都知道 你以為有膽固醇 除非你是一隻雞或一隻兔子 OK 這叫什麼 人之將死 奇現也善 當日就是他告訴你 膽固醇 和心血那疾病 是有直接的關係 就是那個diet heart hypothesis 飲食心臟病 假設就是他提出的 金字塔就是他畫的 他構造出來的 但同一個人後來去了 地中海的Piopi 意大利一個小鎮 住了30年 所以他就這麼長名 每天都在吃肥肉 在那裏 橄欖油肥肉 魚 Right OK 好了 所以就100歲了 但你聽到他說什麼 他有沒有關係 原來 他一直都知道 那當日為什麼他這樣說 要出名 OK 明白嗎 其實 I'm sorry to say 因為科學界 醫學界裡面的 穿著白袍的 都是人 他們都是要交租 都是要供樓 都是要生活 所以難免都會有 被名利充分頭腦的時候 而Ansel Keys就是這個例子 但是他到他的晚年 就是剛才所說 他93歲的時候 他的確說了這番話 你們有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你問一下你的心臟科醫生 他知不知道 Ansel Keys曾經說的那句話 不知道 如果你問他 Diet Heart Hypothesis 是誰提出的 他可能說得出 是Ansel Keys 但他知不知道 Ansel Keys到晚年的時候 拿著自己 當年的事情 不斷說法輪功 打擊法輪功的邪教 他一樣 對自己當年所做的事 這樣叫你不要再相信了 我推翻我當年所說的事 我懺悔了 我是罪人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被掩蓋了 New England Journal不肯登 JAMA不肯登 即這些大的Journal 不肯登 OK 任何當日跟他好Friend 那些Association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不肯登 不肯登 不肯Publish Well Yeah 到後來 他說的所有事 因為已經沒有再為任何人 能夠帶來經濟利益的時候 沒有人聽 沒有人登 所以你聽不到 所以你不知道 包括你的心臟科醫生 都不知道 如果你的心臟科醫生知道 他不會再跟你說 你不要吃蛋 不要吃豬肝 不要吃胃 不要吃胃 OK 行不行 你不吃了那麼多年 如果你現在發覺自己 男生有勃起功能障礙 或者你現在那方面的盛趣 不及當年 OK 夫妻那方面的生活 不是那麼協調 或者你女生發覺 為什麼經血越來越少 Lineing越來越薄 OK 還有 皮膚好像不夠緊緻 還有腦袋不要洗 不要怪任何人 OK 怪就怪 但是 利益輸送太重要了 OK 而一個是這樣的世界 除非你肯自己做research 好像我這樣 自己study 不要再相信那些所謂的權威 那個營養師說什麼 他可能是假的 他可能是讀了某個傳銷公司的課程 自稱自己營養師 真的有這些人在外面 Believe me 我的醫生不會是假的 但醫生未必聽到我剛才說的那樣 除非他自己真的有空去做很多research 就算他知道也好 他為什麼要不開藥給你呢 是不是 當所有的醫生都開著膽固醇藥的時候 你不開膽固醇藥 那他 Sorry 他靠什麼吃飯 他的子女怎樣讀國際學校 所以 我經常都說 我們要把這個力量拿回自己的手上 當你自己看 包括你看了一些research 好像我這樣 你知道他背後的金珠是哪個時候 你只有一口笑而已 當你聽到原來Ancel Keys他說 我們一向都知道你吃什麼 跟你血裡面的膽固醇沒有關係 這樣 我下一集說你更害怕 你知道你驗血出來的那些 所謂的膽固醇 根本不是膽固醇 是Lipoprotein 不叫膽固醇 Yeah Surprise 所以我再做consultation 我保你大 你喜歡拿那個Blood test出來給我看 Sure 我會看 我有專門讀過 如何以功能醫學營養學的角度去看Blood test OK 七十幾個marker全部都讀過了 However OK 膽固醇那一刻 真的不用管了 OK 反而這個時候 我願意大家 就是 如果你的腦不要洗的話 吃多點蛋黃 蛋白你不吃反而不要緊 蛋黃很重要的 我看到豬腔我一定吃 有鵝肝雞肝我一定吃 OK 任何膽固醇我一定吃 因為我想保持年輕 保持漂亮 不是因為我覺得 我老了就沒有人喜歡我 不是 女人的自信心不是來自於別人的 只不過是 Well 保持一下 OK 還有減少你生活裡面的外來的 insufference 包括什麼呢 包括睡覺的時候關掉Wi-Fi 我說真的 OK 你都睡覺了 你幹嘛還要Wi-Fi 穿著 然後睡覺周邊 不要有那麼多電掣 OK 之前有說過 擦臉的東西 洗臉洗頭的東西 儘量用天然的東西 OK 這個時候我就拿一些很醜樣的東西給大家看 OK 手工簡 看到嗎 對 不漂亮的 看到嗎 有坑紋 為什麼 自己弄的 你大力點按它 你的手都會有油錶出來的 為什麼 天然的油造的假味 你聞到的 不是那些 chemical味 是天然的植物的味 洗臉洗身都可以 OK 它的包裝是什麼樣子 我自己包的 不漂亮的 這樣 OK 對了 是不是很醜樣子 是啊 但一塊幾十塊 OK 用得安不安心 很安心 這個時候 OK 做廣告 看到嗎 可以嗎 可以嗎 看到嗎 我的頭髮 是不是很亮 是很亮 是不是很漂亮 可以買洗頭水廣告 是嗎 OK 好 我的頭髮是做了很多 chemical 我是做了負離子 要不然我會像身體上的帽子一樣 我會像身體上的帽子一樣 還有 我是染了色 我是染了傳說中的青色 OK 好了 為什麼還是這樣 我就是用 這些植物的鹼 對 自己做的 OK 包裝不漂亮 包裝就是這樣 我會用一個麻布袋 這個 我會用這些 OK 好了 然後 有沒有剪刀 看不見這些 對不起 調轉了 看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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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腳仔 看不看腳仔 我突然很可愛 對不起 看到跟貓有關 我馬上 低B了 兩個是不同顏色 黃色的 是可可巴油 這個是椰子油 可可巴乳木果 這個是椰子油 所做的 護膚巴 我平時帶出去 可不可以拿我的藤纜給我 麻煩你 我想給大家看看 我平時是怎樣 稍等一會 很快 OK 這個是我的小藤纜 我的小藤纜裡面 OK 你看到 我呢 就有一枝 不是自己做的 潤唇膏 但如果你看到牌子 你都猜到 是天然的 OK 看到嗎 你猜到啦 是不是 蜜蜂的牌子 好了 我裡面 就有這樣的 這個小藤纜 我可以引來買的 很方便 天然 支持當地的婦女 這個呢 就是 這個 就是 又是這樣的 麻繩仔 包住 簡單包裝 裡面的 就是 這隻小腳仔 我打開給你看 你現在可能不太看到 它是一隻小腳仔 來的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讓我用到 看到嗎 OK 這個呢 就是你洗澡之後 你身體的溫度 就會讓它融化 OK 純天然的護膚巴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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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沒錯 還有 如果你不想 你的肝 提早跟你說再見 例如 他說 我不玩了 我器械投降 我報費了 麻煩你不要塗 你的身體 你塗的東西 為什麼 保存期限可以三年五年 因為裡面很多的火腹劑 OK 這些 整塊是食用的 我自己都拿這塊 你看到我用得那麼不適 每天都是我自己的一塊 我拿出來就拿一塊 用來擦手 還有一個潤唇膏 因為我平常是不化妝的 OK 好了 現在呢 我的小小Online仔 你是未見到的 我會放上去的 剛才說的 這一塊 你可以用來洗臉 還有 洗身 都可以的 裡面有什麼 什麼的香草成份呢 我已經不記得了 但是呢 我讀給大家聽說 假如你們有興趣的話 OK 在找 OK 好了 裡面就是有 羅勒 即是Basil 薯味草 Sage 百里香 Thyme 迷迭香 Rosemary 我兒子的名字 還有Fabini 馬邊草 小小 用很久了 然後呢 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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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很久了 不要看這麼小的 一塊 Hibiscus 即是 Hibiscus 是叫木槿 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應該叫木槿 然後是Nettle 尋麻 OK 好了 然後呢 剛剛那個腳仔 因為我喜歡貓 所以用腳仔 腳仔 一個是可可巴山茶花 一個是乳木果椰子油 可以嗎? 純天然 你不用光顧我 我不是跟錢有手 如果你懂得自己做 你最好自己做 如果你不懂自己做 你可以在我那裡買 因為我那些是完全沒有藥物 你不用藥物的原因 是因為你這樣 你不用讓你的身體吸收太多 有太多無謂的東西 不需要的東西 你不會吃下肚的東西 你盡量都不要塗在自己身體裡 因為你的毛孔是吸收東西的 OK?好不好? 下一集都是繼續講 心血管疾病 講膽固醇 OK? 我今天呢 蓋上了膽固醇的故事 OK? 拜拜